欢迎朋友们照理说事 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曾经讲了 日本把韩国从出口白名单当中给拉黑了 已经开始对首批的三种涉及芯片制造的材料进行了出口管制 这场看似是日本和韩国两家的争端 其实很可能会给世界的电子产业带来严重的影响 这次列入管制对象的三种产品 是芯片制造当中必不可少的材料 而日本在这三种材料的生产当中占据着极高的份额 比如孵化氢就占到了九成 而韩国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比如半导体的销售额排名当中 三星高居世界第一 SK海力士位居世界第三 韩国企业特别是在存储半导体上面优势极大 比如动态随机存储器 它拥有全球超过七成的份额 闪存上它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份额 这些产品都被广泛的应用到了智能手机 电视机 个人电脑 这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上 这次日本在这三种产品上把韩国给拉黑 意味着韩国企业每次进口都需要提前90天 向日本的经济产业省提交申请 只有申请得到批准才能买到这些产品 而这一切在从前都是不需要申请的 即便是出口能够得到批准 90天时间对于产能如此巨大的企业来说 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前三星和SK海力士 他们的库存只有30天 这份禁令生效之后 库存至少要提高到90天以上 这对于企业的运营成本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更关键的是 它会打乱企业长期以来的生产运行节奏 短期内肯定会出现生产紊乱 尽管韩国企业也在积极应对 寻找日本企业之外的替代供应商 但是如此大的需求量 短期内很难解决 原水解不了尽可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世界电子产业一定会受到日韩掐架的影响 这种影响同样会出现在日本企业身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日本厂商在担心 一旦韩国的存储半导体供应出现问题 就会直接影响到苹果公司的产量 一旦苹果公司减产 那么城门失火殃及驰鱼 这种影响一定会传导到日本的零部件供应商身上 短期来看 日本的确在一些核心技术上能够拿得住韩国 韩国手里科反击的手段并不多 韩国处于下风 但是在今天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的形势下 这种利用技术来封锁别人的行为 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 但最终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本不应该忘了 韩国企业进口你这些高科技材料是为了赚钱 是生意 你把这些材料卖给韩国 同样是为了赚钱 也同样是生意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意味着 韩国企业是日本这三种材料最重要的市场 日本这样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美国也好 日本也罢 最近的种种行为 不仅会给自家企业带来伤害 同样也会让全球的生意伙伴们警醒 开始寻求摆脱对某国产品的依赖 本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来的这个比较优势 就会逐渐被遗弃 最终损害全球各国共同的发展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